东海运动公园是许多民众运动休闲的场所 县府去年花费400多万元 在园区设置儿童游乐设施 民众船一路通的工程将会拆掉设施 县府建设处澄清 该处的攀爬网会迁移到其他处 原本的溜滑梯则会部分保留 其余设施不受影响,全数保留 东海运动公园中有溜滑梯、攀爬网及多项游乐设施 是家长及小朋友最爱到访 共度亲子时光的好地方 可是未来可能会减少吗 就有民众担心县府一路通的工程 将会把游乐设施拆掉 让良好的亲子空间越来越少 不过县府建设处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特别提出说明 东海运动公园跟东海国宅这附近的周遭环境 我们当然过去大家 清晨跟傍晚使用这个地方的频率非常高 我们将来一定会保持过去我们在利用这个地方做运动的这种空间 只是说相关的位置可能有调整 但是我们对于在堤防道面散步的这种需求 享受在堤防边散步的这种状况 我们会在靠岸边做三米半到四米多的人行步道 除了我们车辆的通行以外 仍然保留运动散步的这种空间 至于说我们儿童的相关的包括旅滑梯 相关运动的设施 我们相关位置可能会做调整 它的大小也可能会调整 但是它的功能是不变的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注意到 当然我们也兼顾到将来交通通行以后的安全的问题 我们在相关的围理部分 或相关的通道部分 我们会做作想的考虑 除了设施尽量保留之外 建设处也强调 厂商施工期间会要求多多注意 避免损坏设施 压缩到亲子的油气空间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讨厌市场达向